今天是家屬臨堂佈置的第一天 所以我們特別來碾香致意 另外也要向家屬報告 智商的相關事宜 也當然其中也有家屬一些意見 我們要彼此的來核置 那我們希望以最尊榮的方式 榮從的方式 來送別我們的同仁 那當然這樣的哀痛的事情 我們再一次表達遺憾不捨 當然家屬現在的情感 更需要我們給予照顧跟支持 這一點是我們全力在努力的方向 另外社會大眾關心的有關 這個檢訊嫌犯 他的動機跟相關的事情 因為驗血法醫的報告 昨天才剛剛採樣 那我們還需要帶法醫相關的檢驗報告 才能做鞏固市政的一個釐清 這一點也請社會大眾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會全力的來釐清這個案情 以上謝謝 這整個狀況當中 家屬有沒有哪些地方是還要在溝通的呢 目前是我們跟家屬在互動上 並沒有特別的問題 家屬只是現在情感上的衝擊是比較大的 所以這一點也希望大家能夠給家屬多一點的支持 那也保留一些空間 讓家屬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來送別自己的家人 毒品跟酒精的花驗大概至少需要多少時間 如果是快件的話 我們初步 我的行警大隊大隊長給我的說明跟報告 大概是要兩週 但是我們也跟這個相關的單位 希望能夠加速來辦理 你覺得是不是去年才從警專分發到我們這邊發動 對 它是分發到我們這邊完成實務訓練 是在去年的十二月底完成 所以它是一個已經所謂合格實受正式的一個園警身份 那上班的狀況呢 你不瞭解到的 他非常積極認真 而且是一個樂觀 開朗 陽光的男孩 我們深深地表示非常的遺憾 這麼年輕的生命就此隕世 也是我們警戒的一個損失 也是社會的一個損失 了解他妹妹是不是也是在警專受訓 是的 她是在警專 41期受訓的 正在受訓的學員 這個有被影響到嗎 這部分我們 我想情感上應該是 是有絕對的影響啦 但是憧憬的熱忱 我相信家屬以及妹妹應該是 還是會維持以往